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怪兽档案 如果想到外太空的怪兽 你会想到什么 注意是哥吉拉系列 有人说王者基多拉 有人说盖刚 而我想到的是最具邪恶 也是最强哥吉拉 而最强的坏蛋 也是很强的坏蛋 就是我们荫幕上的这一只太空哥吉拉 Space Godzilla 那这只太空哥吉拉首次登场于1994年的哥吉拉队太空哥吉拉 我们可以看到有小孩子利多尔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张 那我们的我们的太空哥吉拉介绍开始 太空哥吉拉身高120公尺是众多平成系列的怪兽的身高 那他的重量呢 跟哥老一样大概是9万吨左右 然后他有水晶飞行形态 他如果是水晶飞行形态的话 高有 高的话会有250公尺 重量的话会有72万吨 然后他的他如果是水晶飞行形态的话 他就是最大最大只的一只 那他的肩膀有水晶 一开始他的行程方法应该是1989年哥吉拉VS必要兰蒂的必要兰蒂 他的G细胞也就是哥吉拉的细胞简称G细胞飞往宇宙 或者是1992年的摩斯拉飞往宇宙的时候 将G细胞流到太空 反正不管是什么说法 他最终都是由黑洞吸收G细胞之后释放出来的怪兽 也就是这只太空哥吉拉 而这只太空哥吉拉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 超帅 超酷 感觉就超强的 有没有 那这个 那个太空哥吉拉也是很强的敌意 敌意三巨头之一 那另外两个是戴斯特洛伊亚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凯撒基多拉 好 那太空哥吉拉的介绍就开始吧 那太空哥吉拉呢 他是 他是从那个太空来的 首先他先来到了巴斯岛 那小哥吉拉 哥吉拉二世利多尔就以为他是 就以为他是哥吉拉 然后就去找他 结果小哥吉拉就被他被太空哥吉拉囚禁了 然后哥吉拉来到巴斯岛之后就跟太空哥吉拉打了情 但是太空哥吉拉有着那个捷径防护壁完全 哥吉拉的射线完全打不定他 所以哥吉拉在第一战的时候战败 然后在第二战的时候因为有了我们的机械土龙摩杰拉的帮助 所以哥吉拉在最后打倒了太空哥吉拉 不过再值得一提示 这只摩杰拉他是 他是 他可以飞成两个 当时太空哥吉拉在四日式的时候福冈那边 他在福冈塔当成吸收地球能源的宇宙据电 然后摩杰拉就分成了那个专地鼠寒清晨银 然后他们就就把福冈塔给打爆 然后摩杰拉就被太空哥吉拉给消灭掉 最后哥吉拉用90万度热线将太空哥吉拉完全的消灭掉 那太空哥吉拉强悍的地方并不是在他的那个能力 而是他的结晶防护罩 设定生太空哥吉拉如果是有那个结晶的话 他就完全打不赢 所以最后是那个他的肩膀的两侧的那个结晶都被轰爆之后 太空哥吉拉才是真正的被他被打倒了 那这次的怪兽答案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太空哥吉拉 我喜欢我们下期再见